大家好,我是专门研究人类大脑和人类文明的up主 欢迎收看第四期底层原理 这一期是禁毒科普内容 属于社会公益性质,不包含医学教程 中国是地球上禁毒最为严厉的国家 我是中国人,我为中国点个赞 本期内容从冰毒的罪恶起源作为切入点 阐述冰毒的致命原理 在这过程中我会分享给你大脑相关的冷门知识 拥有了这些知识之后 相信能帮助你远离毒品 人类凭借着超强的认知能力 从大自然中获取治疗疾病的草药 这些草药经过化学提准之后 发展成化学药品 化学药品经过升级和变种之后 其中一部分被不法分子所利用作为毒品来销售 那么这些毒品分成好几个品种 有麻醉型毒品 比如说海洛因,GHB,凯粉 也有兴奋型毒品 比如冰毒,MDMA摇头丸,甲基卡西桶 这些毒品中有纯的植物类的 也有纯的化工合成类的 也有以植物为原材料进行二次化工合成的 今天咱们所讲的冰毒就是纯的化工合成类毒品 并且属于兴奋剂类的毒品 冰毒这种毒品社会危害性极大 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都已经禁止了它 冰毒这种毒品源自于日本 在1860年的时候 日本政府决定向全世界去学习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日本有一位化学家叫做常景 他发明了麻黄碱作为医疗用途 用来治病,并且他把麻黄碱升级成了甲基本病案 也就是冰毒 常景本人是冰毒的第一原创作者 他在学生续方张把冰毒进行了化学基金 是冰毒的第二原创作者 常景这位日本化学家 当时主要研究的是治疗伤风感冒 还有哮喘 还有鼻腔充血 准确的说应该是从麻黄草里提取了麻黄碱 麻黄草演变成了麻黄碱 再后来麻黄碱演变成了本病案 本病案演变成了甲基本病案 甲基本病案演变成了冰毒 咱们现在从麻黄草说起 我会用五分钟的时间把具星推进到甲基本病案 如果你觉得麻烦可以快进到屏幕上给出的时间坐标 常景在1845年出生于日本的阿波省 相当于一个县 常景的家族世代从医 主要职责是给阿波县的县长治病 有点类似于御医或者太医 常景本人9岁开始在阿波县的公立学校学医 学的是中国传统医学 15岁的时候开始学习西方医学 整个学习过程都受阿波县长的资助 在1866年当时的日本政府决定向全世界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 这时候常景21岁 他在阿波县县长的资助之下 被送往了日本长崎这个地方 日本长崎是一个港口城市 这个城市是当时全日本唯一的一个文化交流方面向全世界开放的港口城市 因为长崎是荷兰贸易战所在地 当时日本这个国家只有长崎这个港口 停留了大量的海外的科学家 尤其是欧洲的 大量的日本学生涌入到长崎这个港口 跟随欧洲的老师去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21岁的常景也过来学习了 也过来拜师求义了 这时候长景追随了一位荷兰的医生 向他学习医学 在这个期间 长景认识了一位新的同学 叫做伊藤伯文 这个伊藤伯文在17年之后 参与修订了日本宪法 在19年之后成为了日本的第一任首相 也就是国家总理 总共连续四次成为日本首相 这个伊藤伯文成为了日本首相以后 对应到中国这边 类似于首相的人就是清朝的李鸿章 长景在1866年 去到长崎学习医学 两年后日本进入明治维新时代 这时候长景对化学产生了兴趣 又过了三年也就是1871年 日本明治政府往国外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 目的地有三个 派到法国是为了培养陆军军官 派到英国是为了培养海军军官 派到德国是为了培养医学人才 长景本人是被派到德国的唯一一个非军事人员 也是日本政府派往德国学习的第一位日本学生 这时候长景只有26岁 长景在德国留学期间 他与日本特使清木修三住在一起 这位清木修三以后成了日本的外交大产 长景去德国留学所在的学校叫做 德国柏林红宝大学 我特意去这所大学的数据口中查阅了当时 日本留学生的画名册 我查到了长景的名字 长景在这里主要学的是医学和化学 在十年之后长景因为 从丁香中提取丁香芬 而被授予了洪宝大学博士学位 在1884年长景回到日本 这时候他已经40岁了 他主导了日本的第一家制药厂 开始生产化学药品 他本人成为日本药学会首任理事长 在第二年也就是1885年 长景从麻黄草中分离出了麻黄碱 用于治疗感冒 支气管炎和哮喘 又过了八年 也就是在1893年 长景合成出了甲基本品案 也就是冰毒 但是由于技术原因 没能结晶 这时候甲基本品案 由于他不能结晶 所以没有办法进一步测试 也没有办法进一步推广 也不知道这东西能干啥用 这件事稍后我会进一步解释 长景在德国留学期间 他认识了一个女孩 叫做特雷斯·舒马赫 最终这个女孩也来到了日本 和长景结婚了 这俩人在1901年 共同创办了日本第一所女子大学 这所大学的实验室里边 使用的是最先进的德国设备 长景本人也在日本的高中当老师 他教西方科学的时候 只是使用德语教学 1922年 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访问日本 爱因斯坦住在了长景的家里 并且与长景聊天 长景的太太担任德语翻译 两年之后长景的太太去世 1927年长景返回德国 当时的德国总统 兴登堡接待了长景 1929年长景去世 享年85岁 我已经把局情 从麻黄草推进到了甲基本品案 你可以看出来 长景他作为医学家化学家 他刚开始小的时候 学习的就是中国的医学 学的是中医中草药 咱们中医的范围之内 有一种汤药叫做麻黄汤 这个麻黄汤主要是治疗伤风感冒用的 麻黄汤的配方出自于 《伤寒杂病论》这本经典的医书 《伤寒杂病论》是由张仲景 这位中医医生编写的 张仲景是在公元200年左右的人物 也就是距今1000多年之前 咱们中国的中医 古代面对通常的伤风感冒 经典配方就是麻黄汤 但是中国的古代并没有发展出化学 日本的近代也没有发展出化学 但是日本疯狂的追赶欧洲的脚步 1881年 张仲景从丁香中提取了丁香芬 这个动作导致了张仲景获得了当时的 德国柏林红宝大学的博士学位 这就算是学成了 这也是当时是日本这个国家 唯一的顶级的化学家 就是张仲 张仲在之后研究中国草药的过程中 他吸取了中国伤寒杂病论的主体思想 研究了其中的麻黄汤的主要成分 麻黄草 并且提取了其中的化学成分 麻黄碱 他从麻黄草里提取的麻黄碱 就是现在的泰诺感冒药片的主要成分 那么泰诺里边是去氧尾麻黄碱 是麻黄碱的降级版本 以至于它能成为非厨房药来销售 不需要厨房就能买 但是得用身份证 因为它属于抑制毒品原料 那么制药厂的化学家 从麻黄草里提取麻黄碱 用于医学用途 这是一个化时代的进步 从麻黄草进化到麻黄碱这个过程中 听上去好像很简单 实际上这非常复杂 因为化学家在不知道 麻黄草里的有效成分是啥的情况下 他是不知道该提取什么东西的 首先化学家需要鉴定里边的有效成分是啥 然后再提取这种东西 或者把麻黄草里提取出来所有的东西 然后再一样一样的分解 暴力测试暴力破解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一般人是干不出来的 那么麻黄碱的分子式的确定 可能需要场景的老师的帮助 场景的老师是德国化学家冯霍夫曼 他是德国染料行业的组织业级别的人物 专门研究本类物质和暗类物质 1885年场景分离出麻黄碱的时候 主要是想把麻黄碱当成一种 治疗伤风感冒的药来使用 也就是麻黄汤的作用 相当于用麻黄碱去替代麻黄汤 麻黄碱的传度可以做得更高 经过当时的测试治疗伤风感冒 应该算是合格的 但是场景他还想发展这种药 想让这种药治疗哮喘 支起管炎 还有剪鼻腔冲血 他发现治这些病的时候 麻黄碱有效果 但是太弱了 他就想升级一下麻黄碱 场景实际上想生产一款兴奋剂 麻黄碱本身就是一种弱的兴奋剂 场景想把它变成一种强的兴奋剂 至少要达到能治疗哮喘的那种级别 也就是呼吸系统兴奋剂 那么场景花了八年的时间 在麻黄碱的基础之上 把麻黄碱进行了升级 生产出了甲基本饼案 但是由于技术原因 这个甲基本饼案没有办法去结晶 也就是说它不能当作化学药品来使用 我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非得结晶才能当成化学药品 我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 比如说你要喝一杯水 但是这一杯水里边被缠进去了一点酱油 那么我想喝的是水 我不希望喝酱油 我就得把酱油想办法给它弄掉 最彻底的方式就是让酱油结晶 让它结晶成固体 那么固体就好说了 它是一块一块的 我可以把它捞出来或者过滤出来 剩下的就是纯的水 彻底的水 那么我反过来说 我只想吃酱油 我不想喝水 但是这水里边缠进去了酱油 那怎么办 那还是老办法 把酱油从水里边结晶出来就行 然后酱油就成结晶颗粒了 这个颗粒的内部 一丁点水也没有 这个颗粒的外部有水没关系 可以晾干 或者用其他液体冲洗掉 那么这个酱油结晶颗粒 就是我真正想要的化学药品 这个东西是不掺任何杂质的 如果用HPLC检测法检测的话 它的纯度随随便便都可以达到99%以上 也就是说它的成分是确定的 酱油就是酱油 它不掺别的东西了 我这里把它说成是酱油 仅仅是做个比喻 这个酱油就相当于化工行业 制药厂里边它想生产出来的化学药品 所有的化学药品都是结晶出来的 必须得结晶出来才能达到医用级别 达到这个级别之后 才能用这个化学结晶颗粒 去测试这款药的效果 如果没有做结晶这个步骤 那么你得到那个产品 可能是掺了酱油的水 也可能是掺了水的酱油 而且两者是完全的融合在一起的 你没法把它区分开 这就意味着你甚至都不知道 这个产品里边有多少种化学物质 目前咱们人类医学所使用的化学物质 都是单一的 这样才能保证它的效果和稳定性 并且这样在测试的过程中 才能测试出这款药 到底能治什么病 场景在1893年合成了甲基本敏案 但是没办法结晶 这就导致整个计划全都卡住了 没办法再继续了 也就是说他不知道这个产品 到底能干啥用 到底有什么医学效果 到目前为止 场景算是一个化学家 医学家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变态的事发生 接下来就要发生变态的事了 在1919年 场景本人已经70多岁了 他已经干不动了 这时候他的学生就登场了 他的学生叫做旭方章 他的学生也是去了德国柏林 红堡大学 进行留学 也是学的化学 那么这个化学家旭方章 解决了之前的问题 提升了生产工艺 把甲基本敏案 进行了化学合成 还有化学结晶 它的生产效率更高 并且是化学结晶颗粒 但它依然是从麻黄碱中使用的原料 这个麻黄碱依然得提取自麻黄草 这个麻黄草依然得去种植 也就是这个整套流程的生产效率 被这个麻黄草的种植产量所限制住了 那么这时候合成出来的是 甲基本饼案 盐酸盐化学结晶颗粒 并且它是混旋体 也就是其中有一半是左旋体 另一半是右旋体 实际上这里边真正起作用的是那个 右旋体 这批货就是地球上的第一批冰毒 真正意义上的冰毒 一直到现在 冰毒的化学结构是还是这东西 没有任何变化 但在1919年 没有人知道这东西是干啥用的 也没有做进一步的医学测试 然后西方璋把这款药的全套流程 提供给了英国的一家制药厂 试图把它打造成一款 治疗精神方面疾病的药物 其实当时连制药厂都不知道 这药能干啥用 这个药在当时的药品市场上 没有人认可的 那么过了十年的时间 到了1928年 美国的一位化学家 埃尔斯 他才弄明白了 本炳鞍的药力学作用 或者叫生物学作用 本炳鞍分子上再插上一个甲基 就是甲基本炳鞍 结晶颗粒就是冰毒 那么美国的化学家埃尔斯 他立刻注册了本炳鞍的专利 这个本炳鞍主要是用来治哮喘 再后来 医学上主要用来做 试水症的治疗 还有暴饮暴食症的治疗 还有就是减肥 但是后来全都停止了 因为这就是毒品 在1933年 德国希特勒开始上台执政 1934年 德国的治疗厂开始 批量了成敦的生产 甲基本炳鞍 盐酸盐 结晶颗粒 也就是冰毒 商品名叫做帕菲丁 在那会儿的德国的药店里 就往外卖 不需要厨房 帕菲丁的最大规格是 一盒三十片 这个商品包装上 写的就是提神抗疲劳 提升注意力 提高警觉性 导致的结果就是 希特勒政府统治的时候 那会儿的德国军队 几乎也都吸病毒 希特勒本人也吸病毒 但是希特勒 他不是吃那个药片 他是注射的 甲基本炳 按硫酸盐溶液 那个强度会更高 作用会更猛 在1939年 德国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次世界大战 一直持续到了1945年才结束 在1940年 当年的四个月 德国军队就使用掉了 3500万片 帕菲丁 也就是冰毒药片 二战那会儿 德国 日本 意大利 这三个国家是轴心骨 邪恶轴心 他们侵略其他的国家 在1938年到1945年之间 日本的工厂 生产了10亿片 就是日本版本的 甲基本品案 盐酸盐 颗粒药片 也就是冰毒药片 这个药片在当时的日本是可以随意购买的 它的商品名叫做爱工作 那么冰毒它作为兴奋剂 在二战那会儿被德国 日本这两家疯狂的使用 发放给老百姓和军队 导致的结果就是老百姓拼命的工作 军队拼命的往前冲 日本和德国它企图侵略别的国家 但是最终都失败了 1945年这场战争结束了 在1950年这个时间节点上 德国和日本当年疯狂吸毒的那批人 这个副作用开始显现出来了 基本上是死得死生得伤 他们的大脑基本上已经报废了 只能干一些个低端的体力劳动 日本的神风赶死队飞行员 在执行自杀任务之前 使用大剂量的病毒 来提高它的战斗力 在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 日本这个国家依然没有禁止病毒 大量的人开始精神分裂 精神不正常 互相攻击 直到1951年 日本这个国家实在受不了了 它才彻底禁止了病毒的 制造运输生产和销售 但是到1954年 日本这个国家 依然有55万人长期吸毒 200万人低频率吸毒 当日本政府禁止病毒了以后 日本的黑社会组织 山口组开始经营病毒 病毒就是那个年代 山口组的主要经济来源 再后来日本山口组对外宣称 我们不乱扔烟头 我们不卖毒品 1970年 澳大利亚和美国 同时禁止了病毒 这个病毒的祸根就在于 他的创始人发明了病毒 但是他本人也不知道 病毒这东西到底有啥效果 这个日本化学家 场景把病毒发明出来以后 他就不管了 他就交给自己学生了 这学生他也不知道 病毒是怎么回事 就把配方给泄露出去了 再然后赶上了二次世界大战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当时的日本政府和德国 希特勒政府都 绞尽脑汁的去寻找一款兴奋剂 把人变成超级战士 透支体力 透支脑力 不吃饭 不喝水 不睡觉 要么在自己的国家疯狂的工作 要么在其他的国家疯狂的杀人 二战结束以后 他们的成眼性 没法控制 继续吸毒 到时他们自己国家都受不了了 以至于他们自己的国家 都知道主动去控制一下了 日本和德国在二战 本来就是战败国 战败了之后 这两个国家还是出现了毒品危机 自己国家的老百姓 吸毒过量 变成了精神分裂 这叫做冰毒型精神病 冲到大街上 伤害其他任何自己的同胞 日本这个国家 是战败国里边 反应速度最快的 它是最先禁止冰毒的 现在我来解释一下 冰毒的作用原理 冰毒的作用原理 简单而暴力 冰毒的化学 是甲鸡本饼案 就是在本饼案的基础上 再加一个甲鸡 那么咱们搞清楚 本饼案就能搞清楚冰毒 那么本饼案 就是甲鸡本饴案 就是在本饴案的 阿尔法位上 插上一个甲鸡 也就是本饴案的 阿尔法位上 插上一个甲鸡 再在案上 插上一个甲鸡 这就是冰毒 冰毒的化学分子 是只比本饴案 多了两个甲鸡 没有其他任何区别 也就是说冰毒 是本饴案的升级版本 本饴案分子 如果直接使用的话 不会有任何效果 因为单案氧化 不会超过五分钟 那么本饴案的分子的 阿尔法位上 加上甲鸡 这就是甲鸡本饴案 也就是本饼案 那么插上这根甲鸡 会有明显的区别 插上这根甲鸡 本饼案的分子 会产生氢水段和氏水段 整个分子会产生止容性 那么这个分子 就可以通过血脑屏障了 否则这个分子 进不到脑子里去 那么在此基础之上 在那个案上 再加一个甲鸡 就是甲鸡本饼案 也就是冰毒 这种毒品 它加上这根甲鸡的目的是 为了防止被丹氨氧化酶代谢掉 并且更高效率的激活 TAAR1受体和VMAT系统 咱们的大脑里存在着 纯天然的 自动分泌的本饴案 你的情绪好 它会自动分泌出来更多 或者你见到你喜欢的人 它会分泌出来更多 这是自动的天然的 这不犯法 但是这个冰毒 它是毒品 它是从外界摄入到体内的 它使用的就是 本饴案的作用原理 并且这种外源性的 本饴案升级版本 它往本饴案上插上了两根甲鸡 一是为了更快速的通过血脑屏障 二是为了防止丹氨氧化酶 把自己代谢掉 以至于 甲鸡本饼案这东西 能更长时间的停留在大脑的内部 并且去激活TAAR1受体 和VMAT系统 本质上它和本饴案没啥区别 但它不是脑子里的东西 而是外来物 它就强行的给大脑下命令了 咱们平时大脑里 本饴案的含量 在情绪稳定的时候 可能只有0.00几毫克 那么当情绪激动的时候 可能会上升到0.几毫克 但是这种外源性的 本饴案 也就是甲鸡本饼案 这东西进来以后 脑子里的含量会上升到 1毫克 2毫克 3毫克 5毫克 10毫克 甚至100毫克 这么高的甲鸡本饼案的含量 已经存在在脑子里了 它并不是咱们脑子分泌出来的 而是通过外界摄入进来的 但是脑子的区分不了 到底什么是外界进来的 到底什么是自己分泌的 咱们大脑里边正常的运转方式是 本蚁案自然分泌出来 然后去激活受体 那么毒品 也就是甲鸡本饼案 它本身的股价就已经包含了本蚁案了 那么当毒品被摄入到人体的时候 越过了渲脑屏障 进入大脑的时候 它履行的就是本蚁案 所履行的职责 它就会去激活本蚁案 对应的受体 并且那个受体就会被这种甲鸡本饼案 所激活 并且激活的效率会比以前更高 因为带了两根甲鸡 岸上那根甲鸡起决定性作用 提升被激活的效率 并且防止被丹氨氧化媒代谢掉 阿尔法位上的那根甲鸡 其辅助作用 帮助越过渲脑屏障 这就相当于一个 从外界摄入版本的本蚁案 它本质上还是本蚁案 多的那两根甲鸡 就是让这个分子 更长时间的存在在大脑内部 只要它存在在大脑内部 就会自动去激活 本蚁案应该去激活的受体 因为甲鸡本蚁案 本质上它就是本蚁案 咱们只需要弄明白 本蚁案的作用 就能弄明白 甲鸡本蚁案的作用 刚才已经提到过 咱们大脑内部 纯天然分泌出来的本蚁案 含量特别特别少 那么它的通路就是去激活 TAAR1受体和VMAT系统 本蚁案分子会顺着突出间隙 走到转运体 再被转运体 转运到突出前的内部 这个内部就相当于一个小房子 小房子里边有TAAR1受体 本蚁案首先会去激活 这个TAAR1受体 当TAAR1受体被激活了以后 之前所说的转运体的那个门 就会被180度反转 这个叫磷酸化 转运体的转运方向 也会180度大反转 那么转运体就不会 再往房子内部转运东西了 而是把房子内部的东西 转运到突出间隙 也就是房子外 那么本蚁案分子在房子内 他还会去激活VMAT系统 就是房子内部的小冰箱 小冰箱的门会被打开 冰箱里的好东西会被释放出来 这个好东西就是单胺类物质 也就是多巴胺 咱们口头上称呼为多巴胺 化学上称之为多巴胺 那么这个好东西还有其他的 比如去甲肾肾上腺素 还有血清素 这三种 那么多巴胺 血清素 去甲肾肾上腺素 这三种主要调节情绪和注意力的 信息地质 就会被从冰箱里边拿出来 然后顺着转运体 释放到突出间隙 因为这时候转运体的转运方向 已经朝外了 它已经可以向外转运东西了 那么这时候突出间隙的多巴胺 血清素 去甲肾上腺素的含量 会上升 几乎是指数级上升 那么这么多的分子数量 它会自动的去激活 突出后的对应的受体 去甲肾上腺素受体 血清素受体 多巴胺素受体 和它们所有的子分类 那么这个时候 突出间隙 本来就存在的 大胺氧化酶 它通过浓度的对比 它感受到了 突出间隙上升的这些东西 那么大胺氧化酶 会去氧化掉这些东西 彻底把它报废掉 这些东西报废掉以后 就没法回收利用了 彻底报废了 那么这时候突出间隙的 信息地质的浓度 又回归正常了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 五分钟的时间 并且小房子里的奔盐 这时候也已经失去活性了 它已经没法激活受体了 那么转运体 它就会重新逆转 180度回归正常 正常的回收再利用 这就意味着 小房子里边的东西 它就出不去了 小房子外边的东西 可以进来 这就进一步意味着 突出间隙的 信息地质的浓度 会进一步下降 那么人的情绪 会进一步的稳定 不再会激动了 也不再会舒服了 注意力的程度也下降了 人的大脑 就相当于冷静下来了 或者说就变成一个普通人了 刚才咱们讲的是 大脑纯天然分泌的本以岸的 作用过程 作用原理 那么毒品冰毒这东西 就无非就是把本以岸 这个分子式上 加上了两根甲基 而且它是外部摄入的 它不是咱脑子分泌的 就相当于在外界 化工合成的本以岸 再插上两根甲基 它就是冰毒 这东西的本质还是本以岸 在执行本以岸 所执行的任务 这个任务是既定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过程 但是由于它插上了 两根甲基 以至于激活TAAR1受体的时候 它的效率会更高 维持的时间也会更长 那么TAAR1受体被激活了以后 转运体 它会反转180度 那么这个时候 由于它是冰毒 它会导致转运体 维持了更长时间的 反转180度 那么冰毒这个分子 它还有另一条通路 也是去激活VMAT系统 因为它本质上还是本以岸 也就是打开那个小冰箱 把里边的好东西释放出来 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 小冰箱的门 就直接被踹开了 里边东西直接被踹出来了 有多少踹多少 那么被踹出来的 多巴胺 血清素 去甲肾上腺素 会通过转运体 被转运到突出间隙 因为这时候转运体 已经反转了 那么这三种物质 会猛烈的输出到突出间隙 这时候突出间隙的多巴胺 去甲肾上腺素 还有血清素 这三种分子的数量会直线上升 爆炸时增长 就像开炸放水一样 猛烈的往这个突出间隙里边排放 那么突出间隙这里早已经存在的 丹氧氧化酶 它检测到了这种浓度的剧烈变化 它想去中和掉这些个好东西 因为这些好东西全都是丹氧类物质 那么丹氧氧化酶就可以去氧化掉这些 丹氧类物质 比如多巴胺 血清素 去甲肾上腺素 但这时候丹氧氧化酶 它被冰毒分子给绑架了 丹氧氧化酶首先去氧化的是冰毒分子 因为冰毒的 氧上插一根甲肌 它更强 它属于一种更强力的氧 但是冰毒分子上有两根甲肌 这就使得冰毒分子特别沉重 不容易被氧化掉 不容易被代谢掉 以至于丹氧氧化酶就一直抱着冰毒分子 但是丹氧氧化酶 它自己也无法动作了 以至于丹氧氧化酶相当于被解抗了 相当于就报废了 以至于它无法再去氧化掉其他的好东西了 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 突出间隙的好东西的数量会继续上升 继续上升再上升 那么猛烈上升的好东西会激活相应的受体 会产生相应的情感和注意力上的感受 在刚开始会产生注意力集中的感觉 抗抑郁的感觉 内心温暖的感觉 这也是大多数吸毒的人所追求的感觉 但是接下来是不受个人控制的 接下来这个浓度会继续的往上走 积蓄的往上走 它就会产生受破坏妄想 暴力倾向 道德沦丧 也就是吸毒过量的效果 这个量是永远控制不住的 它自动就往上走了 谁也阻止不了 那么等药劲过去以后 这些个突出后的受体已经高负荷运转 现在几乎已经被烧坏了 那么它们的受体的密度会下降 以至于下次你再想激活它的时候 得需要更多的好东西分子 也就是单暗类物质分子 但是脑子它分泌不出来天然的本已暗 就算分泌出来它也没法去激活 原来那些通路的东西了 因为它们的受体的敏感度已经下降了 咱大脑中的任何一种受体 疯狂的去激活它的话 它的敏感度就会下降 下次就得用更猛烈的东西去激活的 否则它不会被激活 如果还要去疯狂的激活它的话 它就会凋零就会死亡 它的密度就会下降 基本上就意思就是报废 那么刚开始报废的话 个人是感觉不出来的 因为受体密度足够使用 等个人能感觉到脑子不好使的时候 这时候脑子已经彻底崩溃了 这个受体可能已经死掉了十分之久了 那么这时候人就是一个白痴 就是个弱智 就是个傻子 就是一个没有智力的 没有智慧的人 你跟他说啥他都听不懂 你让他干啥他都不想干 他没有任何内屈力 他也没有任何兴趣 他也不想干任何事 那么这就成了一个 没有感情的一副肉体了 相当于植物人 他能吃饭 能喝水 能睡觉 但是他任何脑力活都干不了 你稍微跟他说一句话 他都听不懂是啥意思 那么严重冰毒成瘾的人 他会产生强烈的肉体截断效果 就是一个天天吸冰毒的人 如果他哪天不吸冰毒的话 他会浑身难受 他会感觉胳膊的这个骨头里边 有蚂蚁爬来爬去的那种感觉 叫蚁形感 这种感觉非常难受 是从骨头缝里边传出来的 就是个人从外边挠的话 是止不了痒 也止不了痛 最终基本上这种人都会自残 拿刀去划自己的胳膊 甚至把自己的骨头都挖出来 因为那种蚁形感实在是太难受了 他宁可自残 他也要阻止那种蚁形感 这种蚁形感是脑子里边发生的一种患痛 胳膊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脑子感觉到胳膊 里边有东西在爬来爬去的 本质上这是一种幻觉 这也是大脑里边的痛觉失调的一种表现 这个痛觉的忍耐力 在冰毒的作用下被提升了 但是现在不吸冰毒了 这个痛觉的忍耐力就下降了 即使人没有受到外界的伤害 人的身体感觉到疼 那么这种患痛是最麻烦的 就是吸冰毒的人 他如果产生患痛的话 他可能就去伤害身边的人 因为他本身他就有暴力倾向 本身脑子也不正常 就是极度的阶段反应的时候 他已经变成精神分裂了 那么这时候就是彻底的变态 他以伤害身边的人 为自己的快乐来源 严重的暴力倾向 有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去家身上腺素系统 被调得太高了 这时候人的警觉也太高了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这人就蹦起来了 就开始大喊大叫 大哭大闹 然后就开始伤害身边的人 那么这就是一种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那么还有一个严重的状况 吸冰毒的人 他一旦吸上劲了以后 因为处于肉体轻温状态 和精神兴奋状态的 双重兴奋状态 因为他大脑中的多半案系统 被强力驱动了 这时候人有超强的内驱力 而且肉体也有超强的驱动力 表现起来就是身体特别敏捷 速度特别快 动作特别猛 肌肉特别强 实际上不强 并且这时候他脑子里的想法 会立刻付出行动 这就叫内驱力 导致的结果就是 这个人的物理反抗能力特别强 警察抓他的时候 好几个人都按不住他 疯狂的挣扎 然后就是疯狂的开车 疯狂的骑摩托车 或者疯狂的驾驶 任何交通工具 疯狂的逃窜 随便撞的话 那无辜的行人都倒霉 那么这时候还会产生 严重的受害妄想 他总是想看着窗外 是不是有警察要来抓自己 或者总是等着电话 是不是有仇人会给自己打电话 那么他有可能会把 不是警察的人 当成警察去伤害 或者自己直接报警 说有人要杀自己 然后自己去公安局 那么还有更严重的 社会危害性 就是贩毒人员 大部分国家的警察 主要抓的就是这些贩毒人员 因为这些贩毒人员 他基本上是持枪贩毒 在大多数国家 贩毒都是死罪 毒贩子基本上都是亡命毒 他手里基本上都有枪 如果警察要抓他 他肯定会拼命抵抗 而且还是用枪去抵抗 有的毒品贩子 他本身也吸冰毒 有的不吸 如果这个贩毒的人 他也吸毒的话 再加上贩毒的人 他又是持枪贩毒 一旦这个贩毒人员 跟任何人火拼 那么老百姓可能就遭殃 那么贩毒的人员 基本上只有三种下场 一种是被警察抓住 然后被法院判处 死刑或者终身监禁 或者数十年牢狱之灾 第二种下场就是 毒贩子在跟警察的火拼当中 毒贩子被当场枪毙 第三种下场就是毒贩子 跟另一个毒贩子 活拼的时候 双方互伤 互相伤害 很有可能当场被打死 那么吸毒人员 一旦被查出来了 下场也不会太好 会被强行扭送公安局 做尿检 验明证身以后 管制拘役 然后送戒毒所 一般至少得强制戒毒半年 戒毒所就基本上 等同于监狱了 那么就算是戒完毒以后 出来 也已经是身败名裂了 在警察那里 有档案记录 自己去到任何一个城市 住到任何一家旅馆里边 警察立刻就会过来 验尿 看有没有再继续吸毒 如果验出来的话 立刻再一次扭送公安局 就算是改写归正 下场也比较悲惨 这些吸毒人员 如果要出去找工作上班的话 市面上主流的公司 基本上都不接受吸毒人员 那么如果是艺人 艺术家 或者是歌手 他如果吸毒被查出来的话 基本上当场身败名裂 再也无法上台演出了 吸毒毒会严重透支人的大脑 并且在几年之后 曾经得到的快乐 会连本带利的 成百上千倍的还回去 这样干既不划算 也不合法 自己曾经努力 挣来的所有的社会地位 也都会随之消失 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我们保护好自己的 最高效率方式就是 不去伤害别人 并且不去伤害自己